夏天蚊子特別多 叮咬後紅腫沒有大礙 但是遇到登革熱可就要小心了 新北市淡水在上週出現 入下首例本土登革熱病例 是一名29歲女性 7月19號出現發燒症狀 7月23號就醫後檢驗 確認感染本土登革熱 根據疾管署資料指出 截至7月28日 全台累計共412例登革熱病例 包括境外移入病例103例 以及本土病例309例 其中今年入下後 本土病例為295例 疫情還會陸續出現 疾管署表示疫情主要發生在南臺灣地區 分別在嘉義縣 臺南市 高雄市 以及屏東市 雖然北部地區目前只有傳出淡水一個案例 但是住在淡水的民眾 還是不敢掉以輕心 隨時注意周遭環境 要不然就是說如果裡面有裝一些水的話 那盡可能就是每週要清洗一次 那其他的地方像空曠的地方 比如說輪胎這些啊 那些地方盡可能就不要去這樣子 然後如果要出外的話 盡可能穿一些薄的一些外套 可以避免就是那個蚊蟲去釘這樣子 每天都放一次水 讓它這個保持有那個水溢在流動 預防登革熱從周遭環境做起 避免登革熱資深園就必須落實 經常巡視居家室內外 可能積水的容器 將積水倒掉 不會用到的容器要倒放 容器也要定期每週清洗一次 清洗時要記得刷內壁 平日到市場或是公園等戶外環境 最好穿淡色長袖衣物 並在皮膚裸露處塗抹防紋液 來預防登革熱 接著莫拉斯達隆新北市淡水採訪報導